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个坐标的函数 那这个函数很麻烦的 你要解这个微分方程非常麻烦 我们现在就解一种状况 就是说当电位跟φ无关的时候 一个球 它只跟半径有关 跟这个θ有关 跟φ无关 好 我们以后讨论的都是假设 跟φ无关 如果跟φ无关的话呢 那么 delta laplace v 它现在就变成 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我们现在还是用 separation of variable 我们假设v仅仅是rθ的函数 那么我们就 假设它可以分成这两项 是这两个函数的成绩 大r它仅仅是小r的函数 那么这种形状的θ 它仅仅是θ坐标的函数 好 那么我们就把它带入上式 然后两端再除以这个字 我们就得到以下的 微分方程 好 你看 这个第一项 仅仅是小r的函数 第二项 仅仅是θ坐标的函数 那么这两个如果是 都是坐标的函数的话 它跟θ无关 它还有r跟θ无关 它还有θ跟r无关 那么这个rθ在各项里头 都可以任意的改变 但是这个永远要很等于0 永远很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如果要很等于0的话 它就不得为r或者是θ的函数 那它一定是一个 必须是常数才可以 两个都必须是常数 两项 这个要等于常数 这个等于常数加起来才可以 有机会等于0 好 我们现在就lean 这个等于某一个常数 好 这个常数是l 乘上l加1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啊 我们解 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的时候 我们是用极数来解 极数解 它有无穷多项 无穷多项呢 我们就令它在某一项以后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假设一个值 它到达某一项以后呢 后面就没有了 就不会是无穷多项 无穷多项的话 它的值很可能是一个divergent 好 那么你先不要管它 为什么 这个你到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就要 你就要把它倒出来 好 第二个 微分方程 它等于负的 因为这两个加起来要等于零 加起来等于零 现在我们注明一下 那L呢 它是代表这个正整数 正整数 OK 好 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解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去解了 人家解好了 我们把它的这个值记起来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解这个 好 解这个微分方程 它的solution是这个 好 你现在也不管它怎么解出来 它的solution就是这个 你把它记住 然后第二个微分方程 解这个微分方程 好 它的解呢 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代表一组 极数 一组这个多像式 一组多像式 它以cosine 作为函数的多像式 那底下我们就把这一组多像式 写出来 这多像式呢 我们等等会写出来 我们就先 你就先记得 这个是这种东西 然后把这个带入第一式 带入第一式 第一式在哪里 带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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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说 所以 V L R Theta 是等于 因为它都跟L值有关的 好 这个是 好 这个是 等等 我们把它写出来 后面就是一个多像式 多像式 要看这个L值等于多少 好 L可以从0开始 对不对 L等于0 P0 多少 P1 这个就是多少 它是一个系列的 好 我们说 单独由这一个值 L等于某一个值 有时候往往不能得到 全部的这个 不能满足全部的边界条件 好 我们必须把L呢 从0到无穷大 里头取若干像 取若干像 那也就是说 好 我们令 V R Theta 等于 若干像 好 这里头我们要解除 它到底等于 哪几项可以 好 这个可以满足所有的 所有的边界条件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叫Legenda Polynomial 把它写下来 以后这个值你可以去查表 L等于多少的时候 它是多少 在这个数学表上面 都可以查得到 好 我们把它的前几项列出来 其实表上面也没有列出几项 你如果需要那么多 你要自己去把它导出来 好 这里是零的时候 它是等于一 当L等于1的时候 它就是cosθ 当L等于2的时候 它是等于1 2分之1 3倍的 3倍的 cos平方 θ-1 好 我们就写到这里 好 这是我们写出5项来 这个是Legenda Polynomial 好 底下我们举一个立体来看看 空心的球壳 它不是导体 不是导体 只是一个球壳 那么它表面上当然 有这个电荷密度 但是它没有告诉你 它只告诉你说 这个表面上的电位 表面上的电位 我们拿这个是球坐标 把这个弄掉了 这个是R 好 这一点的电位 V0 θ 它跟θ有关 OK 这里电位跟这里不一样 跟θ有关 好 表面上是V0 但是它是θ的函数 我们现在要解 球外跟球内 任意一点的电位 好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 它只给我们边界条件 对不对 边界条件 所以 这是解边界值的问题 就是解 Laplace Equation 我们就把 Laplace Equation 写一下 你要写全了 对你有好处 然后再加上 我们从 我们从已知条件 我们知道 它R的地方是这么大 不是R的地方 可能不是它 在同一个半径的 这个球面上 它又跟θ有关 所以它跟R θ有关 在这个面上呢 它跟5无关 只跟θ有关 因此 我们说这个电位呢 仅仅是R θ的函数 与 5无关 所以这里只剩下这两项 要等于0 OK 那么 这个式子呢 它的解 我们把它记一下 现在我们不去解 这个微分方程 这是我们前面 解出来的 我们现在就要把 边界条件带进去 决定这些 常数是什么 好 好 比如说我们先看 这个球内 好了 球内 球内就是R 小于 大R 小于大R 好 小于大R 这个R 可以变成0 R可以是有0值 就是它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 当这个值很小很小 很小的时候 它的翅膀 越多 它越小 所以这个值就可以 变成很小的一个值 使得这个变成很大很大很大 很大很大 所以说 这个potential 因为这个值 等于0 那么结果呢 就是等于0就对了 那这个变成无限大 那就不合理 不合理的结果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去掉 好 我们说R 可 为 0 好 那么 这一下 当R 等于0 10 我们就写 它等于无限大 那么 使得电位 不合理 不合理 我们说不合理 不合理 那怎么办呢 那就我们就得 另 B L 要等于0 所以不得有这一项 现在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值 OK 所以 所以 VR 现在就变成 VR Zeta 只剩下这一项了 PL Cos 前面这个括弧 前面这个括弧 只剩下这一项 就是这个 从这个 从这个 OK 好 我们现在把边界条件带进去 那就是 当V 等于 R Zeta 的时候 要等于V0 Zeta 所以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 小2等于大2 然后因为它这个是 Cos Cos 的函数 你们看看 刚刚超的 那我们就乘一个Cos 两边都乘一个 等于两端 我们以前是说 你只有Sine Cos 我们就乘一个 比如说Sine Nπ 你就乘一个Cos Nπ 如果有Cos Nπ Cos Nπ 你就乘一个Cos Nπ 然后积分 它现在这个Polynomial不是这样 Polynomial就是说 它两个 这个L值不一样 这是跟L有关 L是012345 比如说 你在P0 我们不要讲P0 P3 Cos Cos 你要乘上一个P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比如说 L' L' 就是 12345 都乘起来 我们发现 这个Polynomial之间 也是一种 Diagonal 有这个Diagonal的 这个 关系 就是说 正交 好像Sine Cos函数是一个 正交函数 是一样的 正交 好 再存在一个 Sine Theta D Theta 积分 积分 我们下次再接下去讲 就说 这个时候 你不是乘单单 乘Sine Cos 你是乘上一个 这个 它有这个东西 你乘一个这个 然后再来一个 Sine Theta D Cos 因为你后面还要 它是Cosine的函数 你要D Cosine Theta 才可以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就变成D Cosine Theta 好 我们 今天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就来讲 底下的 OK Cosine